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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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和社长, 雷文王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直接说一件好笑的事给你听 大家要知道 选举还有七天 但是, 有位阿姐已经告急了 这么快告急? 还没有选急? 还有七人 原来她五天前已经告急了 我现在才留意到 是呀 12月6日已经告急了 我之前没有留意到 这位阿姐叫什么名字呢? 叫叶刘淑儀 同区有什么候选人呢? 台阳麻烦你 你突然问起我 我也不记得 很快很快 同区的候选人 她是港岛西区的 叶刘淑儀 首先要说清楚 同区有什么候选人呢? 台阳 待会会告诉大家 叶刘淑儀 我一号叶刘淑儀 重返议会 这样 唉 不是吧? 不要啦 老实说你做了这么多届 你做了什么 你成绩有什么 真的有目共睹 老实说 其实她的年纪都七十一岁 真的不适宜再出任什么公职 老实说 是吧? 万一自己爬牙不太好 中间又要迟到早退 头云生气 又要去整牙 或者要去洗脚 你知道老人家 就是多这些头云生气的东西 倒不如 跌满心水去退休 好过啦 还这么贫泡 这么辛苦 都不知道为啥 老实说 给一些年轻的一个机会 叶太 是吧? 听凶威斯怎么说 凶威斯说 不信 放龙飞根本贏不了他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当然要读一读他说什么 免得他 这是他的选举广告 但他没有给钱 我们帮他播广告 我们只不过是 评论一下他这个选举广告 看到一个选举广告 我们要评论 还有 叶太 其实 他已经有一些 眷容了 我可以看到 因为他是一条片 他就是 1分29秒的片 在Facebook 各位港岛西的选民 大家好 我是叶刘淑儀 今届立法会选举 有人认为在新选举制度下 没有什么竞争 但是随着选举工程进行至今 我深深感受到竞争激烈 各位候选人均十分认真 增持激烈 那方龙飞行不行呢 我自己很怀疑 我也很怀疑 我是很怀疑的 其实他能不能够叫到支持他那些黄友 出去投票呢 我甚至觉得没什么可能 他应该都要做 但是 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但是你说是否选举 都要增持激烈 我自己老实实 我跟匈威斯的看法都一样 这位叶太躺在这里也会赢 某程度上 因为 其实他在港岛是经营了很久的 习近了很久 十几年 不说得笑的 是啊 当然 Wen Yi Ho 说 他昨天才在香港仔海滨公园 开造势大会 这个我也知道 CNCH 我打算投胜陈 其实 我们都说过 我们看过的政光 有比较过 有节目比较过 是民建联 那位陈鹤峰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看到三个人里面 而叶太 作为一个行政会议成员 在嘲笑这个 行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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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非常不适合 所以我一定会 如果是我排名次 当然你投票不是排名次 投票是选一个 记住大家 如果你想想 是最不应该投给他 这个是行政会议成员 原来的 竟然选立法会的时候 反对明日大遇 这是什么 有时我电影不信 就是这样 有没有搞错 好了 埃斌张说 竞争激烈 当然不是竞争激烈 我自己觉得 竞争不是太激烈 老实说 其他人都反明日大遇 是的 没错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方龙飞的人 他反明日大遇 他就没有真的 吃原宝蜡香 因为他在网上不是声大大 你在网上声大大 要突出声势 要花很多钱 就是叶太 花了多少钱 去养一群人 你自己看得到 有眼看 是可以看得到的 他那些视频是排山倒海的 所以这个是很难搞的 我就说 Ben Chen就说 其实算了吧 向议会骂政府的政策 好像忘记自己的行会成员 我也觉得 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核心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Theresa雷就说 什么太躺平都要赢 搞什么 我又不知道 Ben Chen就说 行会集体负责制 这样也可以 他就是这样也可以 他就是这样 是啊 空北施就说 如果黄色的人全部都走出来投票 谭香文、馮檢基应该能够赢 其实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黄友在港岛 都去投方龙飞 方龙飞也有机会赢 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想香港好一点 是要踢走叶太 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他过去几年做的事情 实在太过分 做的事情太握足了 老实说 你再说再久一点的历史 二十三条都是坏在他手上的 为什么二十三条立不了 就是多得他不少 是吧 喂 这笔数 没有人拿来计过 而且 他创了这样的和 搞到这个二十三条 立不成之后 然后 不知道 去了美国 就读了一年书之后 又回来 就选议员 一路选议员 他都是风生水起 连组三届 还做了行政会议成员 但是 他都做了这么多年 我认为他很快点 退休吧 是吧 最 令我觉得 最 难以接受的就是 他搞了一群几落罗 你好地地 你搞什么几落罗 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你搞了一群大甲恶的几落罗 你手探一下这群人 在网上说些什么 不停地把一些最极端的 说话 的声音 在网上散播 其实你和那些黄友在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群人 比黄友 比黄友 我告诉你 黄友其实已经收皮了 最极端的那些 根本 走掉 说真的 入闸都入不了 入闸都入不了 是不是 明日大鱼 我一看到叶太 他一出来说我就很生气 说真的 究竟你在行会里做什么 这位阿姐 他说他的选举工程很艰巨 因为今届港岛西选民 只有大概37万 很多我过往的支持者 都是港岛东的选民 加上港岛西选区 范围很大 包括大嶼山 南丫岛 长洲和葡台岛 这些尼岛地区 而那些地区 我不像其他大党 有大量装脚 什么其他大党 根本就是针对民建联来说 只有一个其他大党 老实说 只有一个大党 你看看这个叶太 说真的 我是看不起他 老实实 我看见他 他说他因此 我的选情十分严峻 我在议会工作十多年 成绩有目共睹 今届我的参选政綱 包括一国两制 你老美 一国两制是你说的 政綱来的吗 香港一向都是一国两制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不是他的政綱 这是邓小平的政綱 哈哈哈哈 你真是 哎呀 你老美真是 我政綱包括一国两制 土地 房屋扶贫 医疗卫生 教育 以及北部大都会发展 你老拼 你自己的区 其实包了明日大嶼 你就不支持这件事情 是不是 他还有 他说他人权 自由民主 如何提高香港国际地位 这些范畴 是最完善最全名的政綱 扑你一街 做立法会议员 之前 黄友就是说 要人权自由民主 跟美国都说什么 他就要 踩低香港的国际地位 那现在 你说要提升 立法会的职责是做这些吗 老实实 真是 火都来了 这个人真是 真是 忍不住港宋去骂他 忍住 一国两制是什么政綱 这些政綱都写得出的 这个不是政綱 还有土地房屋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明日大嶼是一定要有的 就算你的规模不做大 你也一定要有在 你一切了明日大嶼 你说北大都会的法条毛吗 你收到地吗 说话 他们就说 很厉害地说 中央现在出手 要不要搞明日大嶼 那些都是昂摔的 中央不可以逼地产商 偷地出来 事实上香港是做不到的 愚蠢 愚蠢 真是 Connie Chan 说 叶楼能力已尽 没有货买 归家罢 我也觉得是 说真的 Jeff Yeung 也说 什么都摇上身 自己功劳 这么大年纪都不知道 丑字怎么写 我也觉得是这样 这个人是很离谱的 然后 他就说 支持他一号 叶楼淑宜连任 重返立法会推动政府变革 让香港明天更好 你做了议会十几年 要推动变革 你十几年不早 你推什么 推一个两制 一个两制一向都有 之前走得不好 现在走得好 都不是你的功劳 是不是 说什么 我不是冤枉他 他真的这样写的 他真的写的 这个帖牌是几天前的 5号的时候出的 这个是新闻党秘书处自行制作的 这个 真是火都来了 埃宾章 市民可以直接问候选人取泰 拍下他 以后起码可以笑一下 其实应该是 这一名就说 阿太应该写立法会政纲要对付五眼 不就是好像那个 说林郑不对付五眼 是她一条罪状 不让她连任 反她连任 不是那些人一样 真是火都来了 Rosselmanman就说 叶太太从来看不起林郑 我也不知道她搞什么 这个人 你私心太重了 这个人 WQP小旭就说 麦太太应该赢长洲 他要搬货贵码头去长洲 长洲居民多谢他 他不是 你要记住 那个规划不是去长洲 他经常都说 货贵码头去长洲 其实不是 是长洲南边再填个人工赌 其实是 你老妹 你搞什么 我说了逻辑的谋误 在哪里 我告诉你 你填一个人工赌明日大嶼出来 接着就可以卖地 即是 工程可以 建居屋 或者建一些公屋 接着还有些私人土地 可以建私楼的 可以卖给地产商的 这是有钱赚的工程 他反对这件事 但是他就支持 另一件事 就是在长洲以南 把人工赌出来 他经常说 货贵码头搬去长洲 其实那是人工赌 好了 那 建完人工赌 把货贵码头搬去之后 攜充就可以建屋了 好了 他现在又说不是 可不可以和大湾区其他地方合作 大湾区其他地方做了物流 就行了 我们不用做物流了 物流从业园怎么办 我想问一下 转行吗 转行 转行 即是减除哥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这么说 减除哥有一件事 我都觉得他 他有一些东西 本意是好的 譬如 他那些货贵码头 没有搞那些自动 机首 自动机首 没有搞这些 他都是要人工机首 虽然人工是出得不好 但是你起码找到食 你做得机首 是否也有饭开 是不是 不是 他就说 现在机首 索性不要做了 你们 去申请终援 你们的机首 怎么办 搞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香港其实 航运业是赚很多钱的 整套东西 是占了香港的 经济的百分比是多少 有没有说出来给别人听 叶流淑宜 有时候真是火都来了 C-Circle 一把年纪 还贪恋权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总之 就是越看越 越看越 离谱 这个阿姐 Raymond 曾说 早几年 麦太太还掩饰得挺好的 这两三年 原形不露 何其丑恶 这两三年 其实他是很离谱 他做了批误的事情太多 我只能够这么说 Church Lamb 说 香港航运业养活很多家庭 当然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说过 孔威斯说 两万个职位 应该不止 我了解 这个数据更多 因为还有周边的物流业 很厉害 艾笨章又说 那么麻烦 干脆田海直接起家庭 就是了 SENC就说 减除哥说货贵码头 如下很少股份 不关他事 但是那些自动化 其实如果他要推的话 他是推得到的 他不推的 我不是为减除哥说好说话 老实实 你看减除哥其他搞的码头 全部都自动化了 是香港没有搞的 为什么 因为他都怕一样 因为他都怕一样 他都怕一样 就是怕那些人没得做 之后会有麻烦 你明不明 其实自动化 内地都已经是这样 全AI 全自动的 在上海那个码头 多厉害 其实香港要做很容易做 做完之后 就炒了很多人走 炒了很多人走 很可惜 好了 就是这样说 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些 不是针对叶头的 这一段节目 不是针对他 我要讲讲其他候选人 好吗? 讲讲其他候选人 讲讲其他候选人 叶太 其实他在某些场合 就不太好 讲讲港岛选举论坛 好吗? 港台、港岛、西的选举论坛 五点名提名 最近有局长被华尔家日报嘲笑他恐吓 就是因为他英文不好 叶太可以这么说 问对手英文和普通话不好的人 可不可以做高官 他是这样问的 他是这样问? 是 哪个英文不好? 我不知道是谁 有局长被华尔家日报嘲笑他恐吓 就是因为他英文不好 因为这个暗示 这个暗示笔点名 我估计他就是曾国伟 叶太这么说 是叶太这样说 叶太太也坐过曾国伟的位置 当时尼岛区议员 这个候选人是方龙飞 他就说香港以广东话为主 我们可以慢慢学 他就说自己的英文都不好 这个其实我就是很谦卑 我觉得这个人好少少 你很恨别人拿英文来达人 你英文不懂 你英文差 老实说 香港人母语是广东话 英文差 有什么值得嘲笑呢? 对不对? 你知道叶太他说什么? 他怎么说 你听着方龙飞怎么说 方龙飞说他自己英文不好 继续在学习 然后就反问叶太 是不是英文不好 就不可以向上流 好嘞 这个问得好 我告诉你 方龙飞不是蠢人 有些人说他表现很差 不是港台的 早几天的 港台选举论坛 这个人是有智慧的 然后叶太就说 在说高官 香港官员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他说当地官员英文好到可以写书 为什么要学人呢? 你必须要好到写书呢? 你中文可不可以好到写书呢? 老实说 是的 他说 回应外媒批评的文章 美得可以贴糖 那就麻烦了 香港其实一直只有AO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叶太你是不是帮AO党说话? 现在有人在 你自己的孩子在搞AO党 是啊 又是 是不是? 其实很多做AO的人 英文是好到可以写书的 我告诉你 在香港来说 在纪律部队出身的英文 肯定没有AO出身的英文那么好 事实上是 是不是? 然后叶太还说我们的官员差很远 不是差很远 叶太你回去做官员 那水平又提高很多了 你也是 我先赞一下你 他说他希望共同推动高官提高与民水平 当然说到另一个候选人 就是民建联的陈鹤峰 就是这么说 叶太的英文真的好到可以写书呢? 我自己觉得 你看看写什么书 问题就是 是吧 是 你可以很随便都可以 寫小报 小报的英文都是很那西 空卫斯就说 何止啊 用英文唱粵劇都可以 有些人是 那时候玩英文唱粵劇 其实这些是浪费的 大云的朋友就叫我说 港都东那四位 有机会会说 现在我也不想说港都东 因为 为什么要集中来说呢? 因为我看到 麦奥太太好像投放了很多资源在网上 我在Facebook上也看到他告急 我马上要说这件事 因为某程度上这件事是乱压压的 Toracebook 提供了第八场赛事的结果 就是12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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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不中了 算了 没什么所谓 我自己买很少 我也是当六合彩那样买的 所以不要紧 有中有不中的 买马这些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也要说回 港岛西的情况 老实实 你为什么可以笑别人的英文不好 笑别人的普通话不好 你自己的普通话好吗? 叶太太 我想问一下 这些是很低级的批评 你说如果对方英文说得非常差 好像当年某人那样 Tor my b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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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会有进步 以前有首歌 Tor my best Tor my best 好小事 其实说英文不好有什么问题 老实说 我不觉得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种语言 对不对? 老实实 如果你说语文能力 林郑比你更好 叶太 就是这么说 虽然你的对手不是林郑 是吧? 4YH 社长中 第八场中Q 但我没有买Q 我是一个拼得尽的人 你知不知道 4YH 我是买四重彩的 这场 所以就不中 哈哈 哈哈 但我是买10元 中就很肥 不中就算 我是这么简单 哈哈 就是这样 那 那 那 Selfia Lung 就说叶太 出过书教英文 很多人都出过书教英文 但不代表他可以 你明白吗? 做官和语文能力 有什么特别关系呢? 其实严格来说没有 严格来说是没有的 但是你说 基础语文能力 说话要不清楚 写东西要不得好 写东西 现在很多时候 你可以找人帮 说话 你就自己说 就像林郑 你看到她英文 她当然有些香港口音 但是没问题的 说普通话她也有香港口音 她是很有香港特色的 普通话和英文的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Mai King Chan 说 现在是执政还是教书 她现在两个都不是 现在只是做议员 It's just a counsellor 哈哈哈哈 A legislative council Counsellor OK Jo Jo Lee 说 社长什么太太 她是隔山打牛打林太太 我不知道她打谁 总之 其实 她应该跟她的选民说清楚 她究竟是选特首 之后会不会选特首 如果她选特首 就是 置立法会的选民 于不顾 是不是 那选她做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她现在 就像韩国瑜 明白吗 先去选立法会议员 然后提升知名度 接着 特首选举 看看有没有进阶 有得进阶 有得进阶 就进阶选特首 没有得进阶 就继续做议员 这样吗 不是吧 不能这样的 哈哈 不是这样吧 Jenny Chu 说 说英语很棒 不等于做议员 好 其实她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你做议员 其实说真的 在议会开会 又是说广东话 你说英语把鬼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这样搞了 这位阿姐 我再劝一下她 好了 为什么要特别说她 就是因为看到她的东西 因为她投放的资源是很多 她就说自己告急 但是我看到最多的东西就是叶太 没理由告急 真的没理由 现在还没开始选 就说告定急 多疑 她说选情严峻 Anyway 她选情严峻 就由她严峻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好 拜拜